大家好 焦點視頻 梁善恆玄機解碼的時間 螢光幕見到我們的梁善恆師傅 大家好 師傅 今集我想講一個話題 其實在一個我們香港這麼講求商業的社會 人之間的合作少不免 我們曾經的一集講一個手上的攻略 大家握個手 握個爬 握個手 知道對方是否一個良好的合作夥伴 令我想起 師傅 看樣子都很重要 看樣子 如果我知道那個人是誠實敦厚的 我跟他談話 都會安心一點 所以我請教師傅 關於面上 怎樣我知道那個人可能都是一個良好的合作夥伴 我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怎樣從面上和他的行為舉止的角度 看看是否一個好的合作夥伴對象 首先呢 例如你想約了一個客人來公司談談那單生意 又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有實力 亦都很想談得整這單生意的 這樣我們要從他鑒謀變色當中 看看這個人是否真的值得我們合作的 例如有一單生意 那單生意是比較大的生意 那他有沒有這樣的實力 合不合作得到呢 有些原來是空心老官來的 那如果你不慎地跟他合作 他負累了你 那就不要了 那我們從哪方面看得出 看得到呢 首先 如果你是約了他來你的辦公室那裡 那他進來你的辦公室那裡 從第一步進來的時候 或者進去你的辦公室那裡跟你談的時候 看看他的腳步 看看他用左腳踏入先 還是右腳踏入先 原來呢 左腳踏入先的 他會龍行虎步 他才是有前途的 有些人呢 習慣了用右腳踏入先的 其實呢 他的實力是不夠的 因為呢 左是青龍來的 這樣呢 這裡第一眼來看了 還未夠的 那看一下他進來 那我們通常呢 跟他握下手的嘛 那握手呢 那我們從手上當中呢 看到他的手夠不夠厚 那手心的裏面呢 有沒有幾個肉丘在那裡呢 即是那個手上那個 又有沒有那些那個丘 那個風 幾個肉丘 即是風 這樣厚厚的風 如果有的呢 那他是有實力的 這樣再招呼他 請他坐 這樣坐在那裡呢 如果他坐在那裡 四平八穩的呢 那他是有實力的人的 都還未夠了 那要看一下他的相才行的 那或者呢 他只是打份工的呢 不過可能是高職的人物 或者是一個普通的跑腿 那我們要知道他是什麼人物 從相那裡看 先看他的額頭 那個額頭呢 如果是高廣的呢 他是重要人物 那跟他談那些生意才有意思的 如果他是一個普通跑腿的 原來談來談他都說要請示老闆的 那你就浪費時間的了 那如果看到他額頭又高廣的呢 原來他是大老闆 或者是高級那個總裁來的 那值得我們小心跟他談了 那還未夠的 要看他的五官 五官呢 即是微語之間 他永遠有神的呢 那他是話得事的 那話得事的 那那些生意合約 一直這樣談下去 就容易有把握多一點呢 那還要再看了 看一下他聲線 他的聲線 他的聲線洪亮的 這樣他就是一言九鼎的了 這樣他的信用才有的 如果他聲線呢 是閃力的 或者是聲線是沉的 或者是弱的 原來他是正當行衰運的時候 那你就要小心一點 如果他聲線是洪亮 洪亮即是他具備信心 而且呢 那個運數呢 也都是洪亮的 這樣跟他合作這一宗生意呢 就是十拿九運的 所以呢 我們從行住作案方面呢 但是看上呢 都可以看出到他的一義的了 那師傅我想請教一下 就是如果 我們大家都了解了 是吧 現今的社會呢 就都會存在著一件事的 就是用外來因素去改變我們的容貌 那改變我們的容貌 俗稱就叫整容 那我可不可以說透過我去整容 那就可以 可以 像你所說的 額做高一點 做廣一點 那我就 嗯 我就是一個老闆級的人物了 可不可以這樣呢 師傅 沒錯 你問得相當好 因為呢 我們出來辦事呢 都要用儀表來見人的 這樣做個容是好一點的 尤其是整在眉那裏 因為呢 眉在五官之中呢 是很重要的 那個眉那裏呢 有些人呢 整了眉之後呢 那個運程都會好了 因為將眉呢 整回它有氣勢 有些人天生出來的眉呢 是不得氣勢的 那不得又怎樣呢 原來找個修眉的專家 跟它收到的眉呢 要大小均勻 還有呢 那個角度呢 能夠帶出了一個氣勢 眉怎樣才有氣勢呢 眉毛呢 就不要集亂了 要收到它呢 收到它呢 收到它呢 條條順的 那眉呢 越長越好 越長到呢 越去到雲精那裏呢 就更好 那樣 原來眉那方面呢 可以聞下去的 那這些整容 整了下去了 是不是真的會改善到呢 原來是會改善到的 因為五官 五官影響到個人的運程的 那這樣眼呢 眼呢 有些人眼是不夠神的 原來呢 有些眼呢 可以整一下它呢 會整到眼呢 會有起了神采的 這樣能夠整了個 容貌整得好些呢 都會有助於個人的運勢的 嗯 OK 那師傅的解釋呢 都非常之清晰啊 那我覺得呢 其實就著面相學呢 都很有趣的 那我相信呢 往後呢 我們有很多機會 再請教師傅呢 關於一些面相學的問題 OK 那好了 那今集的時間差不多 我們多謝梁善恆師傅 好多謝各位 好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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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